蔡教授還有我們南鐵東儀反拆遷這些埔主 還有我們各地反土地徵收的朋友 大家早 我想土地徵收 區段徵收一般徵收 在這麼多年 從張藥房事件從樓利大埔事件 我們看到存在很多不合法 違反公平正義的這些原則下 那從國民黨政府到民進黨政府 還在繼續做這些不當的拆遷的行動 那很多案子是舊的環評 就是南鐵東儀這個地下化的這個案子 在舊的環評沒有再開說明會 就通過環境現況差異分析還有環差 所以在這些程序是不正當的情況之下 還有後續呢我個人呢也參與了這些 施工範圍的地下水的這個調查 我也認為這個地方地下水非常豐沛 然後這個地方呢有古河道甚至有斷層存在 所以呢這個施工呢將會造成 海安路地下街的翻版 那我也是居住 台南已經超過30年了 所以這些日子呢我非常 關心這些南鐵製救會他們的聲音 那今天呢在4月8號行政法院才要做出判決 等一下呢我在交通委員會會提出質詢 請林佳龍部長要重新調查這個案子的正當性合理性 所以我會要求不能夠做不當的拆除 好以上謝謝 感謝陳老師 陳老師